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力这才顾不得什么 直接来得太成功 阿力封住了白滚滚的几个大学道 给他输送内力 床榻上 白滚滚不安地抖着 这还是这么久以来 阿力第一次见白滚滚如此 他也非常担心心疼 小白 别怕 不会有事的 快走 离开这儿 我不会离开的 你放心 我会在这儿等您好起来 白滚滚音声闭上了眼睛 阿力尽力给他疗伤 白滚滚睡着了 可是梦里全都是自己那几年在意识空无依无靠的日子 那个时候自己还没有学会禁术 只能任人宰割 每日都会有邪灵撕扯他的肉 每日都会有吸血蝙蝠来吸他的血 不仅如此 就连普通街品的鬼怪也要对他百般欺凌 那个时候他就发誓 若是有一日能离开那个鬼地方 他一定要杀尽所有欺负他的人 将那些怪物全部挫骨扬灰 让他们永述不得超生 阿力感觉到白滚滚的情绪不稳定 握起了他的手腕让他冷静 小白 不要怕 都过去了 没事了 这里是太成功 任何人都不能伤害你 白滚滚冒着冷汗醒了过来 阿力担心地看着他 小白 你怎么样 你怎么来了 你走吧 你说什么 我让你出去你听不懂吗 这里是太成功 不是一览芳华 我才是这儿的主人 你走吧 白滚滚你听着 这些邪灵不可怕 我都可以帮你对付的 帮我对付 凭什么 你是什么人啊 就因为你是下下任的天君 你别忘了 我可是下任帝君 我比你先高升 你没有资格管我 明白吗 阿力不能理解为何白滚滚会突然心性大变 他本想告诉他 自己承袭了太子之位 可是如今他却对自己这般冷漠 让他不知道如何开口了 小白 你 阿力小殿下 请你叫我的名字 我叫白滚滚 你也可以如私密一般 叫我小少主 阿力后退了几步 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白滚滚 可是他相信 白滚滚一定有什么苦衷 小白 如果你只是担心邪灵的话 没关系的 我可以帮你的 我叫你滚你听不懂吗 阿力还是靠近了几步 替白滚滚输送了最后一次修为 这下问题不大了 你一会儿记得喝药 我先走了 阿力落寞地离开了 白滚滚骗过了头没有看他一眼 阿力刚走 白滚滚就吐血跪在了地上 他知道的 如果再过一会儿阿力还不走 就会看见他吐血了 一早知道会有这一天 可是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邪灵出现 意味着他学习技术的事再也藏不住了 若是不敢走阿力 他日四海八荒必定以此大作文章 说是堂堂天族后人 与妖邪勾结 这些邪灵是不死不休的 必定会终身纠缠着白滚滚 不仅如此 今日这样受伤的情况还会再发生 中间相隔的时间也会越来越近 与其让阿力为了救自己耗尽灵力 不如推开他 咚咚咚 咚咚咚咚 小少主 你的伤怎么样了 你怎么知道的 小天孙方才留下了药方 让小仙赶紧来看看 不必了 要是无一 白滚滚没有说话 眼神又恢复成了当初刚回到泰晨宫时候的冷漠 不对 应该是比那个时候还要冷漠得多 曾几何时 因为阿力的出现 白滚滚已经不再孤独了 可是这一刻 他看起来却是这样的冷漠孤寂 你和小天孙吵架了吗 没有 我们很好 要倒掉吧 以后阿力送来的东西 通通扔掉 思念摇了摇头 无奈地出去了 白滚滚这是怎么了 看起来这般反常 往日他最是喜欢阿力不过了 一览芳华 阿力在看书 可是却怎么也看不进去 满脑子都是反常的白滚滚 他一定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等过几日他气消了 还要再去看看他 庄园里 白凤九突然心疼胸口闷 坐在了地上 凤九 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就是突然觉得很闷 如果你不舒服的话 下午你就休息吧 主人不会说你的 不用了 我应该一会儿就好了 白凤九犹豫了很久 还是忍不住开口了 思思 我可以回去看看他们吗 这话你千万别再说了 主人万一知道了要怎么想 你放心吧 东华很厉害的 没人可以伤害他的 那白滚滚呢 那你就更不用担心了 帝君是什么人啊 怎么可能连一个孩子都保护不好呢 我知道了 谢谢 一览芳华 叶华还在闭关中 阿黎一人在院子里喝茶 以往的这个时候 白滚滚一定在自己身边坐着喝酒 可是往后 他再也不会来了吧 青秋 白真和秦晴两个人 依旧是相敬如宾的过日子 白真 中午吃什么啊 你想吃什么 只要是你做的 什么都可以 都好吃 我做菜一般 不可能 只要是你做的 就都是最好的 你做什么我吃什么 好 那你在这儿等等 我去做饭 不要我帮忙吗 不用 今日你休息 白真一个人去了厨房 其实他早就偷偷去买了很多菜回来 秦晴心里有些失落 白真果然不记得 今日是什么日子 不知道是自己的生辰 不过 他愿意为了自己下厨 这是何等的幸运呢 不记得便不记得了吧 罢了 白真弄了一脸灰 自己亲力亲为做了一大桌子菜 又准备了一道龙宫的点心 收拾好了才出去叫秦晴 秦晴姑娘 可以用上了 白真 你的脸 我的脸怎么了吗 秦晴把铜筋递给了白真 白真甘到不已 打水洗了脸 这下干净了吧 走 吃东西去了 等一等 来 白真用手轻轻捂住了秦晴的眼睛 秦晴有些好奇 为什么要蒙眼睛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放心跟着我走 不会摔跤的 白真到了餐桌边 松开了手 秦晴看见一桌自菜 感动不已 而且里面的点心上还有字 秦晴公主生辰快乐 白真 我以为你不知道 今日是我的生辰 我还以为你忘了 这是你来青秋 也是嫁给我后过的第一个生日 若是我忘了 岳父岂非要来青秋打我了 生辰快乐 谢谢你 这是我过得最开心的一次生日 尝尝看 不过 我说的是实话 我做菜真的一般哦 不会的 一定最好吃了 白真伸手给秦晴擦了擦眼泪 秦晴感动不已 白真不得不承认 自己不是个好男子 因为他真的不爱秦晴 可是 他愿意用自己的生命去对他好 报答他对自己的一片深情 一览芳华 阿丽难得的喝了一次酒 他喝了很多 可是却异常清醒 怕是自己之前习惯了有小白在 如今小白不在 没人拦着 潜意识里便不敢醉了吧 次日 天君亲自去了一趟三殿下宫中 把连颂承玉接了出来 连颂 怎么叫得这般生疏了 莫不是还在与本君置气吗 连颂不敢 连颂 承玉 本君也想通了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